今天圣诞书没弄 没过来说的吧 这不过现在是麻了 浪费账票 因为我们有了嘛 所以说呢 斯卡不知了各自圣诞角落 他们也调了 我都不饿了 我都不饿了 只把可可弄得来提斯卡 所有二宝的吧 个女人家 我们想个女人家 因为那个 个艺术家呢 下个草书 英文草书 那个名字啊 你听好了 耶 领了 每年圣诞节呢 都会和美国的家人视频 今年呢 婆婆回去过圣诞节 因为她和二姐约好了 嗨 嗨 哎呦 圣诞节的早晨哦 他们等我 没有空来过呀对吧 那么大宝 哎呦 哎呦 几个宝贝嘛 就给他等 一来呀就一等 等妈咪吃了这个 这个凯理吧 一来就等了给 哎呀 不要吃八斤吃了 我吃八斤啊 可可 可可 不要 奶爸呢 一定要等我起来 才让他们拆礼物 而且呢 还要拍视频 知道吧 不是为了我的短视频 哦 是为了记录 让他们 给每个送礼物的人 说谢谢 但是呢 我还是蛮喜欢这种 中西文化的混合 取长不断 因为二宝一新就想 哎 我要再拆一个礼物 再拆一个礼物 然后我就和他说 你在拆礼物之前 你看看礼物上面的名字 是谁给你的 拆礼物 失声难解 一个很大的部分 很开心的部分 但是知道这个礼物 来自于谁 而给予感恩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中国人呢 似乎不太在乎 你是不是把这个谢谢 放在嘴上 说出来我们也会开心 因为如果一个人感恩 他就是感恩 从行为上 能够表达出来的 可可吃多了 不太在乎 他就顶着脚下的位置 他拉正了 这是 五十位能够 把阿咪的嘴上 不太在乎 就在这就够了 把枪 擦擦擦 有个什么子啦 有什么子啦 哦 又是你啊 又是你啊 啊 爸爸 爸爸 我你不知道 妈咪查好吧 妈咪查 Raffy查 以后那个Raffy也没了 柯柯会是吗 柯柯会是吗 会是吗 会是呀 到吧 大宝睡着了 因为他等我起床开礼物 我一直没有起床 他恼怒了 恼怒至极就孔着了 他的弟弟很爱他 还把这个礼物放在他的床头 等他醒了可以直接拆 洗一个圣诞枣 洗一个痛快枣 节日的气氛总是围绕着人 围绕着家 其余的都是锦上添花 今年没有挂上圣诞树 也脱离了上海的便利 但是我发现 节日的气氛更浓厚了 好久没去实体店 为家人挑选礼物了 好久没有大包小包 分批购买节日食材了 这些人生体验又再次被迫 回到我的生活中 也让我拾回了那些童年的回忆 何为Christmas spirit 何为年味 在我的回忆里就是 和家人一起忙 我在思考 漂流在外 今年我要如何找回 那渐行渐远的年味呢 羊娃娃的小裙子 应该可以穿 这下午可以玩了 哎呦 个扎金了 水用光物就不想的 好看好看 能子自不赢你了 大物质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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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哪里的呢 Aunt Carlin and Uncle Ed OK 我们看看 是哪里的家务员吗 没有 不是 OK 谢谢Aunt Carlin and Uncle Ed 圣诞节呢 虽然就做了一个炖菜 但是奶爸却忙了好久好久 然后呢 一家人彻底躺平 一起看Christmas movie 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 谢谢大家点赞和关注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